哈喽大家好 感觉又是上一周没有更视频 然后这一周又来给大家录视频了 然后这一周要给大家录视频的主题是 关于一些坚持方面的分享 就是我最近有坚持到一个月以上做的事情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请一个小假 就是因为我的四月份会非常非常的忙 我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然后主要是有三个论子要丢 所以说可能就是休息的时间 还要上班嘛 休息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 去做资料啊 然后去录视频去剪辑 所以说可能四月份 不会更新VK20期的视频 其实更新也是这种类似于生活分享类的 或者说就不更新了 但是我没有要放弃做视频这件事情 等到五月份我就会完全的回归 然后继续跟大家研究我们的艺术史 然后带大家去看展 然后分享我的生活和日常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去好好把论文做完 然后再和你们聊天 那我们就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吧 那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 是从来没有和大家聊过的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YouTuber啊 或者是Up主啊 做过的这种分享视频 是个很神奇的topic 叫做我最近坚持了一个月以上的事情 那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在三月份坚持了一个月的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吃素 对我有坚持吃素一个月 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深蹲 我有做了一个30天深蹲的一个challenge 然后在完成了这两个挑战之后 我决定分享一些感受给大家 不是经验 只是说一些感受 然后觉得很有趣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视频给大家 那我们就从吃素开始 首先我要先讲一讲我吃素的原因 那首先我不是为了减肥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说分享 看我这个视频 能有一些减肥的经验的话 No 不是为了减肥 然后第二也不是说很无聊 单纯的说就是 最近要调养身体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吃素也不是 真实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有许愿 我不知道就是算不算迷信 应该不是吧 就是一种奇怪的信仰 就是说我像许了一个愿望 那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 我要还愿嘛 那我当时定下的说 这些事情如果实现的话 我就为了还愿吃素一个月 于是乎我就做到了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从2月24日开始 一直吃素到了3月24日 那我也是刚刚恢复吃肉 一个礼拜这样子 然后之后就是说 关于我对于吃素的这个界定 那我什么不吃什么吃呢 首先我是完全不沾任何的肉类 和肉类的副产品 就比如说就是猪肉 牛肉羊肉鸡肉 我都没有吃 然后包括说一些 他们的器官和关节 比如说去吃烤串 什么鸡西啊 鸡西啊鸡蒸啊 然后牛柏叶啊 然后像一些吃火锅 那些丸子类的啊 牛肉丸啊 什么贡丸啊 这些全部都没有 然后就是香肠啊 就是反正anyway 他们的肉类的产品 我都没有吃 那海鲜类的呢 我是有少量的食用 包括说跟朋友去吃 日料的时候的一些 日本料理里面的资生啊 然后或者就是说虾呀 这一类的我是有吃 但是在能够回避的情况下 我会尽量不吃 就比如说今天吃的是豆腐 豆腐是虾仁炒豆腐 那我尽量先吃豆腐 然后虾仁如果朋友想吃 就分享给他们这样 总体来说就是海鲜类的食用量 也是大大的减少的 因为毕竟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吃素 去影响和朋友聚餐这样 就一定要去素食店什么的 还是挺过分的 那素的话就是我也没有很在意 说一些豆制品啊 包括说一些菜的做法 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为了减肥嘛 所以说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是水煮啊 或者一定要是很素的做法 他们的做法就还是很 怎么说 有挺大的一些炸呀 炸制的或者是炒制的呀 或者什么三杯呀 什么这种做法也都是有的 所以说在吃素这个过程中 我并没有说瘦很多 会有一点点体重的部分 但是没有瘦很多 那关于吃素的一些感受 我现在就是想要分享给大家 最开始吃素的几天吧 会觉得有一点点困 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因为 你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一下子停掉了嘛 可能就是精神头没有那么好 会有点困然后有点累 觉得没有精神 然后但是过了三四天左右 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然后其次就是说会感觉身体比较轻 你就不会说就是即使你晚上饭吃了蛮多 菜呀什么的 你也不会说感觉身体就很负担啊 或者说感觉很重 就是会有一种很轻盈的感觉 代谢上来说可能它的负担也会小一些 然后就是上厕所比较通常 对肉类吃的比较多的人 可能上厕所会有一点点麻烦 菜吃的比较多就会比较轻松 然后之后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比较大影响 就是我即使现在恢复吃肉了之后 我还是会有一点点馋 蔬菜就是会想要吃青菜类的 或者怎么样就是会有这类的需求 比较爱吃菜的 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蛮好的影响 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下来 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就是说你还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就是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你要记得说 OK我现在在吃素的这个阶段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点 什么东西不能点 然后即使说你拿到那个素菜里面 有肉末什么的味都会就是 剃掉啊或者是挑出来啊 这种就是还挺克制自己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蛮考验自制力的 特别是我到吃素的最后几天 突然就有一天特别特别馋肉 就是极度的想吃肉 但是就还有几天嘛 就是要坚持下来 而我的姐姐就有给我室友 给我朋友发微信 我说等我出关了 就是不再吃素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去吃烤肉 我真的真的很想吃肉这两天 但真的出关之后 其实我也今天这最近这一个阶段 也没有去吃烤肉了 就是只是那几天有一点点想 然后情绪上面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有的人会说吃素的时候 感觉可能会比较荡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还好 我没有说感觉特别丧啊 或者怎么样 因为是我吃的还蛮多的 就是会吃到饱 然后而且就是做法上面 我会觉得比较有味道一点 会总吃什么三杯杏爆锅啊 这种东西 就是会让它尽量的有味道一点 然后就不会说让你觉得生活那么的艰难 所以说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种调整还是蛮好的 就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然后也是做到了我想要还愿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而且坚持了整整一个月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算是挑战 也算是一种经验 那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我可能会定期 想要说空出一个月 给自己去尝试一下少吃肉 我觉得可能对身体的调整上面来说 还是蛮有好处的 那第二个我坚持了一个月的事情 就是深蹲 那这边有一个表格 是我朋友发给我的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30天的Squat Challenge 就是深蹲的挑战 那它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呢 是50个 最后一天的时候是250个 那这个整个过程是差不多三天 每三天休息一天 就是说50 55 60休息一天 然后70 75 80休息一天 这种节奏 然后一直坚持到30天 最后250个这样 那我现在基本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挑战 然后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说一个是说这个挑战 我是怎么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可行性的一个分享 再一个就是说对我自己的一些改变上面的分享 那首先来说我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们当时开始挑战的时候 我也很头疼 因为一想最后做到250个深蹲 我觉得不大可能 然后而且就觉得很大负担 但是就是我的朋友跟我们说 就是这250个深蹲 对不是要求你一口气做完的 就是说一天之内完成就可以 所以其实到差不多100个左右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说 分组 每天的这个任务量是分组去完成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群 就是里面有我 我室友 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朋友 然后我们每天做完了任务量 就会在群里打卡 这样一个是方便我自己记忆 说我到底做了多少个 然后去找这个 就是怕我自己忘了 明天该做多少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可以互相激励 当别人说有打卡了 我还没有做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不能输 然后就是打互相监督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总体上来说 我觉得做完的时候 不会说很难受 因为随着你自己一点一点的这种进步 它其实每一次间隔 也就是最多增加五个或者十个 所以你不会觉得负担很大 然后你这样一直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你一天做五十个或者一百个 你并不会觉得做了运动 就是你这个运动量 其实达不到你身体的需求了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我差不多一天做两百五十个嘛 我就会分成五组做 然后假设我今天要去上班 在上班时间是不能做运动的嘛 那我就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做五十个 然后去洗漱 写刷牙呀什么的 然后在穿衣服之前再做五十个 然后去换衣服出门 这样的话我一般早上就做了一百个 然后晚上下班回家 到家先做五十个深蹲 然后就五十个深蹲其实蛮轻松的到后面 然后之后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呀 或者在家做饭呀 然后可能休息一下呀 看看综艺呀什么的 然后就会再开电脑 等待着时间再做五十个 然后可能晚上看了一会儿综艺呀 一个多小时没什么感觉 再做五十个 那这样的话一天两百五十个的目标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达成的 那第一天的时候 我的吃一口气做了五十个 会有一点点累 然后会觉得说 因为我从来都不运动嘛 所以说就会觉得说 身体很热呀 特别是腿和屁股的那个部分 会有一些发热的感觉 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前就大腿前侧会有一点点疼 然后后面就是一点点 积少成多嘛 当你后面做到一天一百一百二十 其实你五十个对于你来说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说很痛苦或者什么怎么样 然后差不多现在一组五十个 我大概用的时间就是三到五分钟 不会太久 所以说你每天早上做一百个深蹲 其实加起来也就是多 用了你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也不会觉得说需要用很多时间专门集中来做运动 就是用这种零散的时间去做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说 我没有时间运动啊 或者说怎么样去给自己找一些借口 所以说这个运动量来说的话 对我来说还是蛮轻松的就完成了这三十天的挑战 我觉得主要也是一个是自控力吧 再一个就是大家互相督促 对我来说还是蛮有用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聊聊说 这个深蹲的挑战对我自己来说有什么变化 首先就是差不多在做到一百七十个 一百六一百七左右的那个范围的时候 就差不多十七二十十五到二十天的那个时候 就突然有朋友开始跟我讲说 觉得我最近瘦了 因为我自己是有习惯每天睡前和早起都要称重的 然后我自己在体重上面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改变 那我穿裤子啊什么的 就我因为觉得腿比较粗一点 不是很特别好看 所以其实我的阔腿裤也蛮多的 我自己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感觉说我哪里有变化 然后我的朋友是特别认真的跟我讲说 觉得我的腿细了 然后屁股有翘一点 后来我们就是有拍一些照片啊 然后对比啊什么的 发现其实可能就是说 肉的分配不一样会紧实一点 然后整个的腿型很好看 因为我做完深蹲之后还会拉伸一点点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拉伸 就是可能压压腿啊什么的 强度也不是非常的大 就是简单的拉伸 所以说会让你整个腿型变得好看一点 那做到30天的时候 其实对比你刚开始做的第一天的时候 你们可以拍个照去对比一下 真的是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不说会就是多好看或瘦多少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是觉得确实是看起来瘦了腿细了 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非常的开心 那在完成了这个挑战之后 我觉得后面我应该也会持续的去坚持 每天做深蹲250啊 或者觉得不够了300啊这样 因为确实这个过程我没有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也不排斥说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周期 或日常的这种行为 那这个月等于我坚持的两件事情 就是吃素和深蹲嘛 那我觉得一些女生朋友就可能会比较关心说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影响到我的生理期 那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来姨妈嘛 那我的吃素是没有停掉的 整个这个过程我都有坚持下来 所以说感觉上是没有影响到我了 然后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 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 那深蹲的话呢 我是有查了百度 上面是说就是来姨妈的时候 比较不适合做这一类的运动 因为你的骨盆会冲血 然后就是可能会影响你的姨妈 让你的姨妈过分汹涌啊什么的 就是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就建议不要做 那我当时是有停下四天 因为我姨妈来的那天的任务量是130个深蹲 我记得 所以我就停掉了 然后等到差不多第五天左右的时候 我觉得我身体OK了 我觉得我的状态也OK 我就当天做了130个深蹲 就等于把这个继续的keep on going下去了 就是继续的这个计划 然后一直到它完成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考量 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调整或者停掉 我觉得还是身体最重要 因为不管是运动也好 或者是改变你的食物食谱也好 都是为了健康嘛 那其他的上面 我觉得就是没有说难度性非常大的 我觉得坚持下来整个的这个过程 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你当你真的收获到一些反馈和真实的 有人跟你讲说你有变化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你这种坚持是有意义的 虽然这只是说非常小的两件事情 但是会给我自己找到一种自控感啊和自信心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非常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做这种小小的坚持 那我觉得包括我像录视频给大家呀 包括说我做一些读书啊 包括说什么这 我觉得很多小事都是你可以去试图坚持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种坚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你总会在这些坚持里面收获到什么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就这支视频来和我交流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一直坚持的小事 或者说像这种短期的一种挑战啊也好 或者坚持也好 欢迎你们分享给我 然后我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这一次的分享就是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实时跟我讨论你们坚持的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是可以交流的一个东西 那希望这一期节目就差不多这样了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 这也是你们坚持的事情哦 然后可以留言给我发单给我跟我交流 我非常期待你们有什么坚持的事情可以分享给我 然后就是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差评 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